法国四十多个华人商会组织聚集开会 义愤田因谴责巴黎长荣桂冠酒店聚挂五星旗 扬言要共同抵制长荣 先起五星旗风波的大陆网红更是坐上嘉宾 他也将全过程po到微博和抖音 画面可见现场摆放了巨型签名墙 斗大的字体写着 旅发华侨华人团结一心 共同谴责长荣桂冠酒店 具有大陆办官方背景的 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也在其中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统促会 虽以民间团体包装 但实际上受中共统战部主管 会长则是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目标不只是统一台湾 也要让全世界与中国大陆统一立场 大陆网红po出的拍摄说明中 强调8月11至15号所拍摄的 长荣桂冠酒店影片 经审核可以对外发布 而署名正式法国统促会 有外媒引述旅游业者说法 认为大陆网红发觉事情闹大 怕被告才找官方背书 统独议题炒得火热的 还有大陆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发表的 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的文章 报告建议 第一是成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 尽快熟悉台湾制度法律 随时入台接收政权 并在厦门或泉州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 培训接管政权干部 文章发表后随即遭到下架 不过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已将文章翻译成英文 放上官网 引发外界热议 TVBS新闻项明镇猜一节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